舔鸭洗脑,雅虎拍卖饭寿终 名,称 涉外民师法律是用法修正日期 民国九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法规类别 司法院本部民师目 第一章,通泽 第一条,涉外民师,本法未规定者,适用其他法律之规定,其他法律无规定者,依法理 第二条,依本法应适用当事人本国法,而当事人有多数国籍时,依其关系最切之国籍定其本国法 第三条,依本法应适用当事人本国法,而当事人无国籍时,适用其住所地法 第四条,依本法应适用当事人之住所地法,而当事人有多数住所时,适用其关系最切之住所地法 当事人住所不明时,适用其居所地法 当事人有多数居所时,适用其关系最切之居所地法,居所不明者,适用现在地法 第五条,依本法适用当事人本国法时,如其国内法律应适用或其他因素有不同者,依该国关于法律适用之规定,定其应适用之法律 该国关于法律适用之规定不明者,适用该国与当事人关系最切之法律 第六条,依本法适用当事人本国法时,如依其本国法就该法律关系需依其他法律而定者,应适用该其他法律 但依其本国法或该其他法律应适用中华民国法律者,适用中华民国法律 第七条,涉外民事之当事人规避中华民国法律之强制或禁止规定者,仍适用该强制或禁止规定 第八条,依本法适用外国法时,如其适用之结果有被于中华民国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不适用之 第二章,权力主体 第九条,人之权力能力,依其本国法 第十条,人之行为能力,依其本国法 有行为能力人之行为能力,不因其国即变更而丧失或受限制 外国人依其本国法无行为能力或仅有限制行为能力,而依中华民国法律有行为能力者,就其在中华民国之法律行为,视为有行为能力 关于亲属法或计称法之法律行为,或就在外国不动产所为之法律行为,不是用前项规定 第十一条,凡在中华民国有住所或居所之外国人失踪时,就其在中华民国之财产或应依中华民国法律而定之法律关系,得依中华民国法律为死亡之宣告 前项失踪之外国人,其配偶或直系血亲为中华民国国民,而现在中华民国有住所或居所者,得因其申请依中华民国法律为死亡之宣告,不受前项之限制 前二项死亡之宣告,其效力依中华民国法律 第十二条,凡在中华民国有住所或居所之外国人,依其本国及中华民国法律同有受监护,辅助宣告之原因者,得为监护,辅助宣告 前项监护,辅助宣告,其效力依中华民国法律 第十三条,法人,以其具已设立之法律为其本国法 第十四条,外国法人之下列内部事项,依其本国法 一,法人之设立,性质,权力能力及行为能力 二,社团法人社员之入社及退社 三,社团法人社员之权力义务 四,法人之机关及其组织 五,法人之代表人及代表权之限制 六,法人及其机关对第三人责任之内部分担 七,章程之变更 八,法人之解善及清算 九,法人之其他内部事项 第十五条,依中华民国法律设立之外国法人分支机构 其内部事项依中华民国法律 第三章,法律行为之方式及代理 第十六条,法律行为之方式 依该行为所应适用之法律 但依行为地法所定之方式者,依为有效 行为地不同时,依任依行为地法所定之方式者,皆为有效 第十七条,代理权系以法律行为授予者 其代理权之成立即在本人与代理人间之效力 依本人及代理人所明示合议应使用之法律 无明示之合议者,依与代理行为关系最切地之法律 第十八条,代理人以本人之名义 与相对人为法律行为实 在本人与相对人间,关于代理权之有无 限制即行使代理权所生之法律效果 依本人与相对人所明示合议应使用之法律 无明示之合议者,依与代理行为关系最切地之法律 第十九条,代理人以本人之名义 与相对人为法律行为实 在相对人与代理人间,关于代理人依其代理权限 逾越代理权限或无代理权而为法律行为所生之法律效果 依前条所定应使用之法律 第四章,债 第二十条,法律行为发生债之关系者 其成立即效率,依当事人义死定其应适用之法律 当事人无明示之义死或其明示之义死依所定应适用之法律无效时,依关系最切之法律 法律行为所生之债务中 当事人无明示之义死或其明示之义死依所定应适用之法律无效时,依行为地法,行为地不明者,依付款地法 第二十二条,法律行为发生指示证券或无记明证券之债者,其成立即效率,依行为地法,行为地不明者,依付款地法 第二十三条,关于由无因管理而生之债,依其事物管理地法 第二十四条,关于由不当得利而生之债,依其利益之受领地法 但不当得利系因几负而发生者,依该几负所有发生之法律关系所应适用之法律 第二十五条,关于由侵权行为而生之债,依侵权行为地法 但另有关系最切之法律者,依该法律 第二十六条,因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费至生损害者,被害人与商品制造人兼之法律关系,依商品制造人之本国法 但如商品制造人事前同意或可预见该商品于下列任意法律施行之地域内销售,并经被害人选定该法律为应适用之法律者,依该法律 一,损害发生地法 二,被害人买受该商品地之法 三,被害人之本国法 第二十七条,市场竞争秩序因不公平竞争或限制竞争之行为而受妨害者,其因此所生之债,依该市场之所在地法 但不公平竞争或限制竞争细因法律行为造成,而该法律行为所应适用之法律较有利于被害人者,依该法律行为所应适用之法律 第二十八条,侵权行为细经由出版,广播,电视,电脑网络或其他传播方法为之者,其所生之债,依下列各款中与其关系罪切之法律 一,行为地法,行为地不明者,行为人之住所地法 二,行为人得预见损害发生地者,其损害发生地法 三,被害人之人格权被侵害者,其本国法 前向侵权行为之行为人,细以出版,广播,电视,电脑网络或其他传播方法为营业者,依其营业地法 第二十九条,侵权行为之被害人对赔偿义务人之保险人之直接请求权,依保险契约所应适用之法律 但依该侵权行为所生之债应适用之法律得直接请求者,亦得直接请求 第三十条,关于由第二十条至前条以外之法律四时而生之债,依四时发生地法 第三十一条,非因法律行为而生之债,其当事人于中华民国法院起诉后何以适用中华民国法律者,适用中华民国法律 第三十二条,债权之让与,对于债务人之效力,依原债权之成立及效力所应适用之法律 债权负有第三人提供之担保权者,该债权之让与,对该第三人之效力,依其担保权之成立及效力所应适用之法律 第三十三条,承担人与债务人定利器约承担其债务时,该债务之承担对于债权人之效力,依原债权之成立及效力所应适用之法律 债务之旅行有债权人对第三人之担保权之担保者,该债务之成担对于该第三人之效力,依该担保权之成立及效力所应适用之法律 第三十四条,第三人因特定法律关系而为债务人清偿债务者,该第三人对债务人求偿之权利,依该特定法律关系所应适用之法律 第三十五条,数人附同一债务,而由部分债务人清偿全部债务者,为清偿之债务人对其他债务人求偿之权利,依债务人兼之法律关系所应适用之法律 第三十六条,请求权之消灭时效,依该请求权所由发生之法律关系所应适用之法律 第三十七条,债之消灭,依原债权之成立及效力所应适用之法律 第五章,物权 第三十八条,关于物权依物之所在地法 关于以权力为标的之物权,依权力之成立地法 物之所在地如有变根,其物权之取得 丧失或变根,依其原因四时完成时物之所在地法 关于传播之物权依传及国法,航空器之物权,依登记国法 第三十九条,物权之法律行为,其方式依该物权所应适用之法律 第四十条,自外国输入中华民国领域之动产,于输入前依其所在地法成立之物权,其效力依中华民国法律 第四十一条,动产于托运期间,其物权之取得,设定,丧失或变根,依其目的地法 第四十二条,以智慧财产为标的之权利,依该权利应受保护地之法律 受雇人于职务上完成之智慧财产,其权利之归属,依其雇佣器约应适用之法律 第四十三条,因宰货证券而生之法律关系,依该宰货证券所计宰应适用之法律,宰货证券未计宰应适用之法律时,依关系最切地之法律 对宰货证券所计宰之货物,数人分别依宰货证券及直接对该货物主张物权时,其优先次序,依该货物之物权所应适用之法律 因仓单货提单而生之法律关系所应适用之法律,准用前二项关于载货证券之规定 第四十四条,有价证券由证券集中保管人保管者,该证券权利之取得,丧失,处分或变更,依集中保管契约所明示应适用之法律,集中保管契约未明示应适用之法律时,依关系最切地之法律 第六章,亲属 第四十五条,婚约之成立,依各该当事人之本国法 但婚约之方是依当事人一方之本国法或依婚约定定地法者,亦为有效 婚约之效力,依婚约当事人共同知本国法,无共同知本国法时,依共同知住所地法,无共同知住所地法时,依与婚约当事人关系最切地之法律 第四十六条,婚姻之成立,依各该当事人之本国法 但结婚之方是依当事人一方之本国法或依举行地法者,亦为有效 第四十七条,婚姻之效力,依夫妻共同知本国法,无共同知本国法时,依共同知住所地法,无共同知住所地法时,依与夫妻婚姻关系最切地之法律 第四十八条,夫妻财产制,夫妻已书面合议使用其一方之本国法或住所地法者,依其合议所定之法律 夫妻无前项之合议或其合议依前项之法律无效时,其夫妻财产制依夫妻共同知本国法,无共同知本国法时,依共同知住所地法,无共同知住所地法时,依与夫妻婚姻关系最切地之法律 前二项之规定,关于夫妻之不动产,如依其所在地法,应从特别规定者,不适用之 第四十九条,夫妻财产制应适用外国法,而夫妻就其在中华民国之财产与善意第三人为法律行为者,关于其夫妻财产制对该善意第三人之效力,依中华民国法律 第五十条,离婚极其效力,依协一时或起诉时夫妻共同知本国法,无共同知住所地法,无共同知住所地法时,依与夫妻婚姻关系最切地之法律 第五十一条,子女之身份,依出生时该子女,其母或其母之夫之本国法为婚生子女者,为婚生子女 但婚姻关系与子女出生前已消灭者,依出生时该子女之本国法,婚姻关系消灭时其母或其母之夫之本国法为婚生子女者,为婚生子女 第五十二条,非婚生子女之生父与生母结婚者,其身份依生父与生母婚姻之效力所应适用之法律 第五十三条,非婚生子女之认领,依认领时或起诉时认领人或被认领人之本国法认领成立者,其认领成立 前相被认领人为胎儿时,以其母之本国法为胎儿之本国法 认领之效力,依认领人之本国法 第五十四条,收养之成立及终止,依个该收养者被收养者之本国法 收养及其终止之效力,依收养者之本国法 第五十五条,父母与子女兼之法律关系,依子女之本国法 第五十六条,监护,依受监护人之本国法 但在中华民国有住所或居所之外国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兼互依中华民国法律 一,依受监护人之本国法,有应治监护人之原因而无人行使监护之职务 二,受监护人在中华民国受监护宣告 辅助宣告之辅助,准用前项规定 第五十七条,抚养,依抚养权利人之本国法 第七章,继承 第五十八条,继承,依被继承人死亡时之本国法 但依中华民国法律中华民国国民英为继承人者,得救其在中华民国之遗产继承之 第五十九条,外国人死亡时,在中华民国已有财产,如依前条应适用之法律为无人继承之财产者,依中华民国法律处理之 第六十条,依主之成立及效力,依成立时依主人之本国法 依主之撤回,依撤回时依主人之本国法 第六十一条,依主及其撤回之方式,除依前条所定应适用之法律外,依得依下列任依法律为之 一,依主之定立地法 二,依主人死亡时之住所地法 三,依主有关不动产者,该不动产之所在地法 第八章,负责 第六十二条,涉外民事,在本法修正施行前发生者,不是用本法修正施行后之规定 但其法律效果于本法修正施行后始发生者,就该部分之法律效果,是用本法修正施行后之规定 第六十三条,本法自公布日后一年施行 第六十条,本法修正施行前发生者,在本法修正施行后